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做魚巷肉絲 肉質內滑 非常下飯 準備豬里脊肉 青椒 紅椒 胡蘿蔔 和提前泡發的木耳 首先把里脊肉切片 然後切絲 把切好的肉絲放入碗中 加入料酒 澱粉 適量的鹽 用筷子攪拌均勻 蓋上保鮮膜 醃製二十分鐘 把胡蘿蔔擦成絲 紅椒切絲 紅椒切絲 青椒切絲 木耳也切成絲 然後準備料汁 取一個空碗 加入三勺海鮮醬油 一勺糖 一勺澱粉 三勺清水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熱鍋中放入適量的油 把醃製好的肉絲倒進去 翻炒均勻 注意不要炒太久 肉絲變色後就可以取出 接下來準備一些蔥花和薑末 熱鍋中再次倒入適量的油 把薑末和蔥花倒進去 炒香 加入一勺黃豆醬 翻炒均勻 加入切好的菜絲 翻炒一分鐘 然後把肉絲倒進去 繼續翻炒 炒三分鐘 然後加入提前準備好的料汁 然後加入提前準備好的料汁 繼續翻炒一分鐘 最後大火收一下湯汁 最後大火收一下湯汁 這樣就可以出鍋了 這樣就可以出鍋了 配上米飯特別好吃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點讚訂閱 我會定期更新家常美食 謝謝您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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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